各位男人的鄉親,大家好,我是詹美娟 我會收看今天的3月7號的南島新聞 新聞一開始先來關心這連串的車禍小鮮 民間鄉今天早上發生一家交通會租車的議員 五世南主開車對南島要回到台中上班的時候 經過民間鄉率弄就對鄉車到的電汽條 結果車兩轉都會燒起來 五世南主也因為未互動性被消失在車內 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這張車庫 健康又在做,真是無調查 小鮮警官接觸通報一個現場 看到旁有大會是幾台車來紹介 這間交通的議員是發生在驚訝半月三點過的時期 那麼管理政府小鮮叫接到通報 在民間鄉一間汽車路關的附近 發現一台驚車撞到電汽條 做成汽車的議員 也像調排這麼多台小鮮水車 這都現場進行唱歌 跟對第一時間接貨到有汽車火警 在疑似中的民宅 那我們到達現場後就發現 有一台汽車已經全面燃燒了 立刻步一線將它撲滅 再撲滅完之後發現到 車上有鋸礁石在上面 車牌跟其他能辨識的東西都已經燒掉了 那我們就沒辦法辨識這個車主 不過在消風井完打火後 在教室做來發行生人燃燒的事態 因為不讓護照出來 當中消息在車底 然後警方突然要禁錫 再出手就有車廊是燃燒所作用的 發現是要下降台中的工作 開銷速度最快 經過回到我們的地方發行議案 不過上次的原因 也是要等待警方來做進一步的調查 记者明镜差不多